今天的確診個案有四宗 正當大家以為限聚令 在23日便會完結時 政府宣布今天將會延期14天 看來大家也不可以鬆懈 否則之前的努力也會前功盡廢 對,仍然在運作的場所 例如公司和餐廳等等 每個人出入都要量體溫 雖然經常檢查 但最近天氣這麼熱 體溫變高又是否正常 沒錯,大家是否很熟悉 不論現在上班或吃飯 進去之前也肯定會讓人量體溫 不過在用不同的工具 和不同的外罪因素影響下 探出來的溫度會否不同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嘗試 究竟在正常溫度下 同一個人、同一個時間和同一個地點 分別用口探、耳探和額探 檢查出來的溫度又是否一樣 好,我們一起嘗試 在正常情況下 額探的溫度是36.2度 耳探是34.3度 口探是36.8度 在常溫的情況下 用以上三個方法去檢查溫度 暫時就是口探最高 在常溫下 用三種探熱器 便會量度到不同的溫度 不知道在外在環境影響下 又會有甚麼變化 不如浪費它五分鐘 再跑兩個圈 看看有甚麼效果 好,做好一項運動後 又看看我現在的體溫是多少度 運動完後 壓探的溫度是36.2度 耳探是35.5度 口探是36.9度 升完溫,就要馬上降溫 用退熱貼,再吃一支雪條 再探過 吃完了 在現在完全冷冰冰的情況下 再探熱一下,看看溫度是怎樣 當吃完雪條,降溫後 壓探的溫度是35.6度 耳探是34.3度 口探是36.3度 在不同的情況 以及用不同的方法量度體溫 真的有點不同 究竟是甚麼為了準確 其實用不同的儀器量度體溫 出入也不小 我平時大概35度左右 不知道這樣算是否偏低 今天我們邀請了家庭醫生 林永和醫生 跟我們討論體溫的課題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在社群網上留言 對,現在這個量體溫 在抗疫持久戰中 是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一個指標 但不同人的不同的正常 也差別挺大 有些人的正常是35,有些人是36 其實這個不同 會否反映身體狀況和健康 對,不同人的正常值也不同 首先說量體溫 其實有兩大類 我們說表面體溫和核心體溫 其實都很不同 例如現在經常量的額頭 就是表面體溫 因為會受到外間環境 例如天氣熱、潮濕 或皮膚有否出汗 化妝而影響毒素 我們這裡可以參考這個數字 一般會教核心溫度較低 而核心溫度是探口、探耳 探液霞和探光 這些度數會比較穩定 一般會較高 例如口探是37.5度 我們算是發燒 耳探和液探是38度和37度 而光探是38度 我們首先要了解毒素不同 而且探的方法大家都要留意 例如探耳朵 如果不是對準耳膜 可能毒素的度數會偏低 首先我們看看是否真的有發燒 但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個正常值 每天不同時間都有不同 例如早上 通常我們未動動 溫度會較低 到旁晚時 可能經常會較高 會較低 另外,其實我們的歲數也有影響 例如嬰兒或小孩 一般基準的新陳代謝率較高 溫度也會較高 老人家就會較低 而且大家通常在想 是否女生的溫度較高 其實現在實際上 都要看回體型 例如女生很秒跳 如果脂肪不太高 其實溫度也會較低 所以也要看回體型 可能我們做運動 或是有時壓力 這些都會有影響溫度 變成量度時 你會參考這些指數 或是有些藥物 還有一些疾病 例如甲狀線過高過低 這些都會影響到度數 所以如果我們看溫度 就不是單一 可能醫生也要問症 例如有甚麼症狀 要評估一下溫度 是否反映身體有問題 Shirley聽到剛才也回心一笑 是否… 秒跳 秒跳,鼻潑 說了我 她的35度算是平均嗎 其實女生的度數也正常 不過最好用核心溫度 探望耳朵就準確一點 而且女性也有生理週期的影響 例如排卵期 通常的度數會高0.5度攝氏 而經期剛開始時 又會偏低一點 明白,但剛才提到 很多因素都會影響體溫 體溫和免疫力有否直接關係 例如有些人說 體溫高,新陳代謝較快 可能會健康一點,是否真的 對,這也是一個有趣的看法 不過我們這樣看 其實發燒和免疫力 其實都沒有直接關係 可能當我們感染病毒 通常會有些物質 令我們身體發燒 發燒時,如果輕微時 就會激活身體的免疫系統 又會加快新陳代謝 其實是好的 加速血液循環、散熱 來對抗一些病毒 但如果度數過高時 因為身體有很多新陳代謝 需要一些酵素 在某一個特定的溫度 才會最佳運作 所以如果過高,例如39至40度 反而有些反效果 所以並不是一個直接的關係 所以人們說 你這段時間曬到太陽 做了一些運動,蒸梳囊 其實也未必跟抗疫能力有直接關係 對,並不是直接影響免疫力 因為始終是有病毒 我們回應後才要提升免疫力 不過我想曬太陽 動一下心境較好 或整體運作的新陳代謝較好 但有些研究說 過去160年 人類的平均體溫低了0.4度 每放月下的低溫 會否影響我們的身體 其實我想是研究歸研究 我想始終八多年的歷史以後 現代人勞動少了 還有可能冷氣等各方面 也有影響到… 如果做研究、抽樣 可能得出的平均值 比以前低也不奇怪 但始終我們… 如果單純一個溫度 就不代表我們的免疫力 可能比上一代人差 始終有很多其他因素 我想問,你剛才說 身體上如果曬熱 其實不會有效抗毒 但在死物身上 這個方法是否效果 我們也知道冠狀病毒 其實在溫度上 也有影響它的穩定性 其實香港大學也做了一些研究 發覺越熱 病毒就越快會減少感染力 不過大家可能有留意 專家也說 夏天並不代表病毒會死掉 因為我們看到原來37度 這麼熱的天氣也好 其實病毒也可以存活兩天 不過如果我們用蒸氣燙豆 或蒸外套 或洗衣機較熱 較至60度的溫度 來洗衣服 大概30分鐘 即使你不用簡易殺菌 其實溫度也足以殺死病毒 這是非常好的家居小貼士 對 如果真的接觸到 可能這樣的接觸者 或有高風險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貼士 麻煩醫生今天跟我們上醫學課 待會我們也可以看看 其實原來測量體溫 還有其他方法,一起看看 疫情為社會帶來很多不變 不過也帶來了 利用科技抗疫的契機 就像數碼港推出感創抗疫項目 鼓勵及協助科技初創企業 開發產品,共同抗疫 而流動體溫探測機械人 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我來到數碼港的一間創科公司 了解他們體溫探測機械人的研發過程 以及如何實際應用在生活上 你好,Professor Kwon 你好,Mark 你好 我知道你們兩位在短時間內 就完成這部機械人出來了 過程是怎樣的 其實是武漢封城 接著我們會估計香港 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可以變得很嚴峻 香港政府有提到 有一個防疫的圍堵策略 捕捉一個關鍵的人物 即是發燒的人物 其實很重要 我一提到這個任務 媽媽,你找到你的技術 一定要處理它 所以我交給它 其實當時馬上就在想 其實我們本身… 因為我們本身有5G、RT 網絡或是機械人物 我們本身有些技術 最主要集中在10位 即R&D 我們其中有6位教授 以及PhD 每天都20小時 總共做了15天 你繩一繩,其實是3000小時 我們為了記驗這件事 那個機械人 我們稱為P.E.P.3000 在這部機械裡 有甚麼特別的科技元素 以及有甚麼個人之處 紅外線的攝像頭的理論 就是有熱物就會響 我們加了人工智能 我們會令目標認 我們會令它只認額頭的位置 有熱物或發熱才會響 我們本身也有5G的CPE 所以在後部工作 數碼廣告那邊 真的可以做到一個直播 以及可以從遠距離 觀察到機械人看到的東西 我知道經常的現發過程 時間很短,經常很大 當中得到甚麼幫助 數碼廣告,其實在兩、三年前 我們做初創的時候 就有一個叫Incubation 我進入Incubation 它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扶持 例如在這次疫情上 其實數碼廣告是 介紹不同的朋友、投資者 我覺得是一個撮合的角色 已經很重要了 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測試地 讓我們去試驗我們的機械人 因為它本身也有辦公室建設 也有商場 所以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去試驗我們的機械人 做一些測試 看看機械人有甚麼改善 抗疫機械人 在未來的發展空間 應該也很大 我們還有一個消毒的機械人 還有一些可以遠程診斷的機械人 等著一個階段出世見大家 看到本地的創科界 金魯力研發新的產品 跟大家一起齊心抗疫 證明了科技和生活 真是物不可分 也可以幫大家解決很多不同的問題 謝謝 又到九點,要起床上班 從家工作簡直就是 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 可以遲整個小時起床 又不用迫巴士上公司 開會前還可以享受一個好的早餐 真棒 Merry,我覺得這個可以 譬如你把角度轉一點 我覺得這個就行了 你說如果有500元左右的預算 這樣就可以做好 約了客人聊天 好,稍後再回來 怎樣?誰打來的 沒錯,報告一小時內了 這份提案就有了 我再發給你 阿K,好,再見 完成了,趁老闆還沒回覆我 別浪費時間了,先做運動 我先做運動 老闆打來了 事件就早完成了 輕鬆下班,太好了 糟了,6時了 工作人員還未完成 終於完成了 疫情期間很多人都開始工作自家 但這件事真的非常講求自律 否則就像VT中的阿鹿 到6時也交不到貨給老闆 所以今天我們請來Isaac和Billy 他們現在兩位都是工作自家 談談他們的工作心得 先談談你們的工作類型 Isaac吧 你好,我是Isaac 我是一個香港手機機器創辦 一個市場及內容的寫手 是,Billy呢 我是大學講師,主要是教書為主 Isaac,我知道你本身都是工作自家 已經很習慣這種工作模式 但現在疫情之下 突然大家都有共鳴 疫情之下前和後有分別嗎 其實要工作自家 其實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 我都是在平時工作的方式 因為我本身習慣了 但多了的是跟客人的面對… 不是面對面 我以前也會出去見客人 現在主要是用上網為主 現在那些僅餘的外出時間都少了 對,很慘 很可憐 Billy,我剛才聽你說你是港師 現在平時會在學校面 面對面跟學生教書 現在工作自家 那你是怎樣做的 改變了在家裡錄下片段 還有可能要做一些網上教學的軟件 跟學生即時上課 這個改變你習慣嗎 很不習慣 始終面對面比較容易說到課堂的內容 但現在好像轉為網絡模式 要重新學習 我聽說有很多教師的朋友 無論是小學、中學 他們面對最大的難題就是 平時也不用處理那麼多硬件 電腦上的東西 突然變成像YouTuber一樣 又要剪片、又要加效 對他們來說有難處嗎 有,因為無論在講解上 和跟學生的溝通、討論上 也要用一個新的模式 不只是像聊天一樣 面對面對聊天 Billy就有新的模式 但Isaac一直都是工作自家 可否大概知道 你每天的日程是怎樣的 我每天的日程 通常是6時至6時半起床 然後就開始… 開始一開始… 自律的人生 很自律 因為我要限制自己 4時至5時後 我就不再做任何事 所以我一定要用所有時間 因為我想確定自己有最佳工作效率 很多研究說 早上這麼早起床這段時間 其實你的效率是最高的 你的腦部是最活躍的 對… 通常做一些創意性的活動 就在這個時間去做 就是想想構思、想想法 下午就做一些比較硬性的工作 即寫東西 但剛才聽你說 我最神奇是… 為何可以做到4、5時 就不能下班 下班 因為你也會對客人 你也會跟同事去交流 我限制了… 例如我所有行程都要… 他們預先約了 如果他要突然加插你 我就不會理會他 所以通常我在5時前 我就要做所有的事 我要安排所有行程、活動 我比較有固定的模式 Billy呢 現在新的在疫情下的生活模式 會否有新的時間碼或時間管理 也會有 因為平時上課就有正常的時間表 雖然現在我也有時間表跟著 但例如其他行政的工作 可能就會變成… 隨時隨地都要做 因為已經沒有正常的上班時間 是,所以聽你這麼說 你的壓力其實比之前 在學校面對面教好 也會,因為之前在學校面對面 就會較容易處理 但現在很多時候在電郵上處理 就要花多一點時間 會否覺得跟學生之間的關係疏離 這反而沒有 因為可能年輕的學生 現在習慣在網上看影片 去學習,但現在我們也變成電腦 其中的一部分 沒有廣台那麼遠 平時教書有距離,現在比較近 反而他們問問題會較容易 你們會否特意去量度內容 令上課會有趣 因為現在不是面對面 有的,可能加多一點問答環節 但沒有實際的獎品 但現在大家好像很悶 當作一個遊戲,跟他們玩玩 有否知道我經常上網看那些蝦 老師教教書 可能有些同學穿了一件衣衣 走來走去 或者老師忘記關了麥克風 關了螢幕 你有試過這些蝦露嗎 幸好沒有發聲過 因為我看電影也多 我也會防範這件事 看你的遊戲 Isaac,你一開始選擇了 這個工作從家的生活風格 其實為何會作出這個選擇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例如我和我的團隊不喜歡開會 我們喜歡花時間去做… 開會的時間是我們吃午餐 像天馬行空的聊天 我們不會有硬性開會時間 所以我們會用自己喜歡的生活風格 去做所有的事 所以我們喜歡從家的生活風格 聽得出來的Isa 是一個很有習慣 很有自律性的人 只是6時起床已經很厲害 但你有否有提示 可以分享給我們一些正常的 有時人們都會懶惰 都會散開眼睛在家裡工作 有否有提示給我們 也有 首先你要先熱愛你的工作 你才可以起床 你不喜歡的事就沒可能做到 我有幾個提示 第一個提示就是要在家裡起床 就要穿好衣服 穿好你的衣服 穿好衣服更整齊 因為研究顯示 穿的衣服更整齊 你會自信一點 工作效率會更高 所以我覺得第一步 我不會穿睡衣去工作 我一定換了平日外出的衣服 然後洗頭和穿上頭 這個挺有趣 哪怕你那天不外出 你也會換上外出的衣服 穿上頭 蜜也穿上衣服嗎 蜜也不穿 但我會用膠頭和洗頭 起碼我不想去廁所 或不想做任何事 那些頭髮會蓬鬆 即是在工作模式的感覺 這個挺好的 還有其他提示嗎 還有兩個 我平日工作時 會用番茄的工作法 我會設定時間 25分鐘一個時間 然後每25分鐘就休息5分鐘 這就為了一條蜜蜜蜜蜜蜜 我一天就會做大約12個蜜蜜蜜蜜蜜蜜 然後我便下班 12個?全部都會有規律嗎 對,這是我第一次聽 為甚麼叫蜜蜜蜜蜜蜜蜜 就是番茄的理論是怎樣 這個創辦人說 當時如何研究這個方法 就是他拿廚房的一個鐘 是 開啟25分鐘 一小時25分鐘後 啟啟啟的響 就完成了一個任務 其實他的中心思想就是 我只有25分鐘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只能夠用最高的效率去做所有事 就去強硬擠你的工作效率出來 而且你有適當的時間 可以去廁所休息 可以休息 走一走 這個也不錯 因為有時候我們說 我三個小時工作 但你也會用手機按一下 檢查一下,做無聊的事 我現在很專心地學習 這個自律的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樣 我記得還有一個提示 還有一個提示,我想記住 還有一個提示,叫做五次定規 因為平時很多人都會有惰性 例如我雖然六時起床 但有一時一、兩時睡覺 都不能起床 那我怎樣去做 我的鬧鐘一響之後 我就倒數五秒 然後說我要自律 或者我要高效人生 然後就迫自己起床 你老闆,我通常倒數五分鐘 就是延遲,然後五分鐘 然後五分鐘… 剛才Isaac說了 他一直都是用自律的方法 去過他的工作 但Billy,你現在多了疫情 在家裡工作 我想問會否帶來不方便 或者因為你而是要用家裡的環境 可能家人也多了在家裡 會否有些不便 可能有時要麻煩家人 要教小電視機的聲音 安靜一點 等我上完課才會很正常生活 他會遷就我 或者我也有些朋友 可能家裡有小朋友 就會比較麻煩 小朋友會攪著他 他也要去樓下咖啡店工作 也會有 因為你牽涉教學 你可能在說書 突然間不知道你有寵物 或者家人經過 或者問你會否認識 也會有一個影響 Isaac會否也有跟家人住 這個工作模式也會影響 我跟另一半住 有時候也會有一點影響 即是他要我做一些瑣碎的事 也會被騷擾了小電視機 因為小電視機是不可以停的 停了就要重新開始 好,最重要是大家互相配合 家人也會諒解 今天謝謝兩位 分享了這麼實用的 工作從家的建議 希望大家都可以幫到你們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 有今天的疫情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